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這一段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露骨最近 大家都已經看不見了 一下子崩跌 然後大陸政府 來給你一個暴力護盤 我們的ETF也跟著上衝下襲 到底要怎麼辦 好 來這個到底 他們的荒謬據 是如何的護盤法 我們先請一下鍾琳 來 鍾琳到我們看一下 我們都形容說 大陸叫做暴力護盤 我們先直接先看 他們當初是怎麼樣一個大漲 然後突然間跌下來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 露骨它是共產黨 共產黨黨說了算 所以呢 所以你不要用美國西方資本主義 那一套去看它 什麼經濟成長就怎麼樣 它沒有這種事情 它說黨說要漲 我說要漲它就漲 那其實在三立電視台裡面 在去年的三十月 今天剛剛有來可以幫我作證 2000點的時候我就說 那個時候要漲 但是漲到這個地方 已經開始 這邊其實已經泡沫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什麼大媽也進來 大學生也在那邊 和尚 對 和尚也在那邊 就是插協同理論嘛 既然插協同理論 開始出現的話表示什麼 表示過熱 那過熱的話官方要不要降溫 如果泡沫吹太大爆掉 到時候跌得更慘 所以他要降溫 他降溫的時候 他把一個社會新聞把它放出來 什麼社會新聞 一個三十二歲的年輕人 一百七十萬融資買中車 中車那時候南車北車合併嘛 立多出來開始 立多出來就往下掉對不對 對 往下掉哇兩根停板 一百七十萬融資四倍 結果呢 結果就爆了嘛 對 斷頭斷頭就 所以他不只是把他的本金賠光了 他還欠人家錢 對 所以就是從二十二樓就 嗯 跳下來 跳下來就上新聞 上新聞就是 哇原來原來泡沫了 結果呢哇 蛤 obsess 所以這一次的崩ограф是因為那個社會新聞 對 就那個社會新聞開始引發 整個泡沫爆掉然後開始往下掉 對 那往下掉 我們剛剛是不是說這個地方在沪盤對不對 對 重點是兩個字 沪盤 什麼叫沪盤 沪盤不是要拉回五千多 拉五千多不是叫沪盤 那是不是叫大漲了耶 沪盤只是 拜託你不要再漏了 你停在這裡就好了 那叫庫盤 所以呢 所以還是買到這裡 我跟你說知道 很難解套 可能要一年半載不會解套 所以就入股來說 我必須給他一個下約的結論 大航情已經走完了 第一階段的大航情已經走完了 大航情走完現在開始什麼 進入比較長時間的中端爭理 可能要一年半載 那一年半載後面還會漲 為什麼還會漲 2021年是中共的百年黨性 如果你是習近平的話 你希望那個時候入股在最高點 來個兩萬點 對 來個兩萬點 但是呢 已經漲太多了 現在才2015年而已 你是不是需要 你漲了一年 可能需要一年整理 或是一年半整理 然後再往上拉 這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 太瘋狂了 對 太瘋狂了 所以這個地方它會整理很久 既然整理很久的話 這個地方如果說進來的 我認為這個地方 其實我認為不要玩了 或是說你這個 可能要短線設計很停順 因為像這裡 它都是黑K 然後藏紅藏黑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覺得震盪很大 每天都好恐怖喔 底部的現象是怎麼樣 底部的現象叫做亮縮架穩 它2000點要上來的時候 就亮縮架穩 沒人要 爛在那邊沒人要 所以它這個叫每天都大量 然後上衝下起 對 每天上衝下起 所以這個是不是底部 這個不是底部 不是底部的話 這邊說護盤對不對 大媽是不是跳進去了 本來說 要死掉了 你彈上來我就要賣了 結果呢 一護盤 哇唷 已經跳進去了 結果呢 現在就進去了吧 現在就這天跌起來又開始叫了 對 我的看法是 真的可以買的時候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 排隊要跳了對不對 對 排隊要跳了 你後面如果看到說 真的 社會新聞一直出來一直出來 那就是真的怎麼樣 那就是真的是落底了 但是呢 但是比較穩的狀況是 你把時間拉長 然後等它亮縮架穩 亮縮架穩 然後官方又開始一些動作的話 那個時候才會真正的漲 不然其實這裡 這個不是底部啦 後面應該還會再殺一段 因為大罵如果不出場 就像我們一樣嘛 九千點點到七千點 七千點護盤 結果呢 五千 大家都在哪裡 五千 所以呢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我認為是中斷而已 後面應該是 還有啦 還會有一點整理 對 還會有一點整理 而且時間會拖得很長 好 來 非常謝謝鍾林 這個我們現在的路股 就像被鍾林畫得 花花的這張圖一樣 大家看到會畫去 好 那其實呢 這個中國大陸的暴力護盤 哇 這個也是堪稱為 這個本世紀最經典 有人互盤互成這樣 來 家維來講講 這個他們有多麼誇張的互盤法 基本上他們這個互盤 真的非常有中國式的一個特色 就是你說央行首次降息 社保基金30%入市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都是 還算很正常 他們最誇張最誇張 就是不准賣股票 對 不准賣股票 然後你只要是放空 叫你強制回補 強制回補之後呢 還派人去把你抓起來 這個真的是 這個如果在台灣 大概有一半的人 可能要被曾經放空 就像我曾經放空過 對 你就抓起來了 早就已經被抓去關 而且他們最主要是 隔壁那個也放空的 對 他們抓起來之後 還不知道送到哪裡去勞改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中國大陸這一次 我覺得它是最重要 它是還是驗證了一個 巴爾法則 就是之前大家都說 反正你進去 隨便買中國大陸的股市 你隨便買隨便賺 事實證明呢 沒有啊 一定是少數人賺 多數人賠嘛 對不對 因為你這一波跌下來 而且我覺得他們說 不准賣股票 一定有人可以賣嘛 股票市場是 有人願意買 有人願意賣 才會有撮合 才會成交嘛 如果沒有賣方 你怎麼會有成交呢 你每天就不會有成交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就是 最重要就是 誰可以賣股票 誰不能賣股票 這一點就不用點名 因為他們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嘛 那共產主義有很多的富二代 官二代跟中央比較有關係好的 誰可以賣 誰不能賣 所以我認為他們接下來 全世界現在都在看的是 市場力量跟極權力量 他們兩個到底誰會贏 但是我是基本上 我投市場力量一票 我覺得他們還沒有落底 好 這兩位專家都說沒落底 好 那重點就來 來 健安哥快點出來 好 趕快來告訴我們 那ETF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操作 好的 我比較稍微樂觀一點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截取那個鍾林兄的一個看法 是 共產黨 你一定要相信你知道 為什麼 你看我們台灣對不對 對 你也知道護盤也是護的對不對 就護得還滿成功對不對 只是他沒有不找痕跡而已 不找痕跡 因為對岸它是直接嗆名的 我就是要護盤 那當然嗆名的力量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還是可以做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FB上陣006 205 或者是006 33L 這個是ETF 你不需要去對岸開戶 我們就在台灣就可以做了 而且ETF有個好處 它的交易算是千分之一而已 不管是這一個跟這一個都是一樣 都是千分之一 就是比較OK的一個操作邏輯 好 那我來看一下 剛剛有說過 它暴力護盤它有一個重點是 它不是所有的股票在護 對 它是一定跟我們台灣是一樣的 互全值嗎 是的 沒有錯 就是藍籌股的部分 那FB上陣也好 或者是上陣2X也好 它都是以上陣180為追蹤標的 是 也就是說大型股 上陣180跟我們00501很像 有點類似 對 所以上陣50上陣180 所以它是屬於大型股的 好 那另外一個 從技術線型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認為上陣3300就是一個護盤的天線 就是上次跌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拉起來那一根 快點來看線型 來 加 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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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沒有 我講的是上陣指數 那FB上陣是對應過來 對一個 就是它擊殺完之後那一天 拉起來那一天 所以就是當作是一個 護盤的一個天線 就是那一根不要跌破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它有機會是在做 合盤整理 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2X 來 我們看一下2X 也是一樣 有沒有發現一根紅K棒就拉起來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假設你比較積極的 要屬於那個操作的快感有沒有 就是這個上陣2X 感覺好像很邪惡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是兩倍嘛 因為它可以融資買嘛 那2.5倍再加2倍就5倍 那就5倍嘛 所以你要P1% 你可以P5% 哇塞 對 而且現在又跳動很大 對 所以如果